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最近活人打的都挺好 我也不是故意在这个时间段非要开箱一双威少的鞋 只是错巧它刚发售 然后不知不觉中威少已经来到了第五代 前几代威少球鞋的表现都是多优秀的也称不上 但你要说它有什么大的问题 也没有 反正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威少本人的球鞋 那来到了第五代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名字改变了 这次我买到的这个版本是和他自己的潮流品牌 Honor's Gift 联名的首发款式 和第四代一样 其实第四代的首发版本 我记得它好像是和日本的一个街头品牌 一起合作出的一个首发配色 这次选择了一个洛杉矶的街头品牌 也是它自己的一个牌子 我手上的这个配色 其实它叫Inner City Inner City在美国的词语当中 查了一下资料 有点像是城中村的感觉 在城市当中有一些比较老旧的社区 或者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小的区域的这种感觉 很明显威少其实是致敬了他自己的家乡 看看整个鞋盒 我觉得乔丹或者说耐克最近发售的球鞋当中 比较走心或者设计比较好的一个球鞋盒 当然它也是一个联名款 只能它整个鞋盒正面 一整片大蓝天 但是上面有一个云座的乔丹的个人logo 然后在鞋盒表面 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威少的标志 和他上一代的鞋盒其实是差不多的 做了一个不同图层的一个处理 鞋盒后面就是inner city 这边有它的签名 然后在鞋盒侧边这个小标准 条单whynot.5htgpf pf就是宽选版本 htg就是honor the gift的一个简称 在前几年来说 它名字一直都是whynot 0.2.3.4的呢 但这次直接来了个not.5 如果说比较合理的推算 这双鞋所有方案都定好的时候 威少当时人在华盛顿 身穿的是4号 可能他在整个内容上面 就取消了zero的单词 然后打开鞋盒 里面也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信息 和鞋盒美一样 是honor the gift标志 这里是乔丹标志 这里是威少个人标志 然后就说一说今天的主角 威少的第五代 因为这个版本是联名的版本 所以在材质用料上面 可能会和大货版稍微有一些区别 这双鞋整体上面有点米白色 有点做旧的一个材料的质感 然后整个鞋身就非常威少 应该第一眼看就能够认出 这就是威少的一个签名鞋 整个鞋身上面都有这种米白色的织物 鞋前头者有一些不同的材料做堆砌 往上看就是他这次的鞋带系统 设计的也是颇有威少的风格 我觉得和前几代来说区别不是很大 非常粗的这种鞋带环 应该也是贯穿到了 整个鞋的外底和中底上面 然后在后跟这里 有两个小的这种塑料环片 整个鞋后跟这一块的 一整圈的材料 做了一个结合 然后来到这两块塑料片 小的类几笔材料上面 有honor the gift 然后下面是他们品牌的logo 结果跟后面拼起来有个why not 比较吸引我的部分 就是它的鞋舌 非常像潮流鞋或者休闲鞋 整个脚背上方 这种打孔 从表面透到了它的底部 换句话说 你穿什么颜色袜子 通过这个 你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 鞋舌表面这种材料 就是这种灯芯绒的感觉 我觉得设计灵感 可能也是和它自身的街头品牌 有一定的联系 然后在整个大级上面 有个非常不规则的图 然后两个脚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顶端这个部分 如果你这样测着看 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是不是 然后说一说 这次的一个中底加外底 印制TPU在中底中足这块 内侧这里可以看到 有非常大面积的这种锯齿状纹物 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W 这是微少的V 后跟这一块 其实是普通的泡面 前掌有一大块气垫 单层的气垫 没有多余的分区 TPU上面也有一些小子 内侧有个乔丹 微少 外侧 微少的logo 再看到它的外理 我第一眼看 我觉得这个配色 再加上它整个纹路的设计 有点像是 一些恐龙的皮肤的感觉 官网上面说的是 有数据化考量的 是根据微少 个人风格设计 为什么选择这种颗粒状的 受到了越野跑鞋的启发 不小 前几期正好就做了这个关于越野跑鞋的一个节目 对越野跑的装备 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了解 也不能说完全不沾边 反正我是没见过 介绍完如此夸张的外观 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这双鞋上脚的一些体验 所以我穿这双鞋打了很长时间 因为最近天气突然就从过年那段时间变好了 先说一说它的基本方面 比如说它的包裹 正常交进来说我觉得不紧 然后也不松 整个鞋头这块我觉得也算是微少的一贯的特色 它并不是像很多鞋子后卫鞋 前面坐得非常尖 特别小拇指那块受的压迫比较多 我也不知道这是PF版本的原因 还是说它原本设计就这样 微少的球鞋前掌这块收的曲线 其实是比较缓和的 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是它整个鞋带系统 前面这两对鞋带孔 其实都是直接连接到整个中底这块的 也就是你拉你鞋带的时候 其实是会和你的鞋底 和你的脚锁定在一起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 但是问题是出在它这个鞋带孔 其实是拉不紧 当你拉紧一对鞋带的时候 你准备松手去调节下一个的时候 当你松手的那一刻 那个鞋带已经松了 拉到最后的时候 最紧的只有最上面这个鞋带孔 而最上面这个鞋带孔 又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它倒数第二个鞋带孔 其实是外侧小块TPO连接环 这是倒数第二高 你可以看到它鞋带孔 其实是和后跟离的距离比较近 包裹锁定也不错 但是它最后一个鞋带孔 其实是在这个鞋带环的正上方 最后这两个鞋带孔 是会重叠在一起的 其实这很烦人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我调节的时候 我需要集中注意力 你知道吗 就是这鞋带并不是以前 边际边跟人家聊天 特别拉到最后两个鞋带孔的时候 你得专注于哪一条线 是你想拉的 哪一条线是已经拉过了 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一天拉它个三四次 你会很烦躁 而且这两个鞋带孔离这么近 要不是因为它鞋舌厚度还可以 照平常的那种薄的鞋舌 我这个脚这片 估计已经给勒断血了 这是我想吐藏的第一个点 当然这双鞋有个全掌内靴 然后它的整体包裹感受 也还可以 就是因为它中段锁定 不是特别特别好 勉强过关 然后在后跟这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需要夸奖的地方 完全没有任何掉后跟的情况 也不会卡跟键 后跟的填充非常的自然 穿进的时候 你就感觉脚踝锁定的非常好 这也是这双鞋上面 内靴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然后整体的设计 我觉得也很不错 既然它有双层的鞋面 想必它的鞋面支撑 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后面这段的支撑 是要比前段来的好 无论是鞋面的材料最佳 还是说鞋中底上翻这些材料 侧面这种支撑力非常强 前部我觉得是材料够用 但是它结构设计的 并没有特别的优秀 整个中底的高度 其实就是这么厚 只有鞋面做一个支撑 并没有中底给你做支撑 有时候你会做鞋前方的蹬地 这块的支撑力 会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不足 我这么长时间体验下来 我觉得这双鞋 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 喜欢变枪人打造的 它的防侧翻表现 整体来说是比较过关的 首先是因为它靠近中部这个地方 有个小小的防侧翻角 这个部分对于侧面支撑的力 是非常够的 同样在后跟这个部分 中底这个部分 是稍微有一些些往内收的 但是好在外侧 这点就很展现 它一个设计功力 这块它原本 可以不用做突出的角 但是多出了这个角之后 整个后面这块的支撑 也做了一定的加强 再加上它整个鞋帮的支撑力 非常好 所以整个防侧翻画面 看起来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地方 这也算是一个小的中帮鞋 虽然说到它的中底了 我们就说一说 它整体的缓震表现 后跟应该是全掌的 这种普通的EVA泡棉 整体来说 我觉得刚刚好够用 因为它不是那种偏回弹型的材料 也不是那种偏软的材料 它就是非常普通的EVA 但是从整个鞋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这个材料选的其实蛮成功的 只看中组这个部分 足弓支撑这一块 不仅有TPU的上方 上面还多了一层EVA的材料 其实它就不会有那么硬质 然后它的EVA材料 可以稍微做一些缓冲的感觉 前掌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做木器件 因为没有做一些突出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外掌这个部分 是一个纯屏 然后从里面踩 其实它也没有上一代双层器件 那么澎湃 它给你一种 如果你不发力 我也不发力的感觉 需要它的时候你某一踩 它会给你一个很快回弹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 非常经典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像近些年 取消中底部 或者是直接拿气垫当中底部 等等一些激进的操作 比如说三四年前那种耐克气垫鞋的感觉 就是非常经典的味道 既然说到它整个中组部分 我们就说一说它的抗扭 其实我觉得威少的球鞋 也是有一点绵俭的感觉 整个这些各个方向上面来看 其实它都是非常强的 大面积这种TPU片 虽然看上去 听上去都非常坚固 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高强度的材料 所以我猜在整个鞋身钢度这块 整个中底的这种EV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再说到它的外底部分 外底可说的东西比较多 首先是它的纹路设计 这种颗粒状的纹路 以我的经验 它是不耐磨的 比如说在这个部分 这些纹路已经快磨没了 然后在前掌这些地方 也有很明显的磨损 而且我甚至有一些惊叹于 它为什么还没有断掉 因为这些长条颗粒状的纹路 真的非常软 在中间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内容度 我个人是觉得会好一些 但是在两侧 真的是设计非常非常不实用 其实这也是分开设计的一个弊端 在边缘处其实也很容易断 然后同样你的TPO 比如说上楼梯的时候 有时候磕一些楼梯 也会被磨损到 还有让我最想不到的点 就是它竟然会断底 两只脚都一样 这是我打法问题吗 内侧和TPO接触的地方 315块到了是不是 不是明显的质量问题吗 我就正常打球 我也没下地干活啥的 这双鞋可能就是为十内打造 是你天天打十外 那肯定不行了 如果是这样 我先向乔丹道歉 不好意思 是我合肥的外场 不配穿这双鞋 然后再向我鱼哥道个歉 不好意思 初天打的有点多 没想到它没撑住 话又说回来 如果说这种颗粒状的纹路 抓地表现非常好的话 其实这些地方的问题 我觉得也不是这么大问题 但是恰巧 在我每一次穿着它的时候 都出现大滑的情况 这就很奇怪了 是不是 就我做一些简单的猜测 跟鞋底 如果你都是这种点状的话 你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很少 而且战友会之后 你能有效抓住地面的那些点 也会更少 加上这种点状设计 和我打的外场 其实是那种塑料胶地 你知道吧 因为跑前这种点状的设计 其实有的时候是为了 咬住地面 这种设计也是一样 在塑料板上面 它就是和塑料板中间的缝隙 要咬合 所以这双鞋在外场 就我打的外场 就是塑料地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 当然它有可能在室内或者是水滴地上 都会有更不错的表现 但至少在我初体验的阶段 我只能说它的抓地非常不理想 而且它的纹路 当然这点不能怪这双鞋的 就是威少本人打法问题 就是它是比较偏直线的球员 所以两侧纹路上翻也会比较少 分离式的这种外底 对吧 它有什么优点 它有什么常数 那就是它重量会稍微轻一些 44码单身重量 400克不到 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一个中帮鞋 该有的所有东西都有 那这双鞋会交给三文去做一个长测 说完这双鞋 其实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感触 看到威少出到了第五代球鞋 并且从第二代开始 就有非常强烈它个人的特色 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特色 一直到了第五代 就咱们不讨论 它的人 它的球打怎么样 我们只说它的这个球鞋系列产品 其实我是比较欣慰的 就至少在市场上面 还有一款鞋是能够 有很强烈很明显的 个人球形特色 比如说再过五六年十年 它可能去复刻任何其中一代球鞋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叹当时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符合威少个人 非常天马行空 非常夸张 当我自己客观再去想的时候 这个系列是不是又缺少了一些创新和创意 因为每代球鞋其实突破的地方很少 而且它的配置永远是前掌有一个起点 后掌什么都没有 非常注意直线加速的东西 其实我也没有一个非常准确 非常完整的答案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你觉得威少的系列是坚持自我的那种传承 还是说它稍微有些缺乏创新创意 今天节目差不多这样 极客鞋谈跟你没完 我们下次再见